日本以其丰富的历史文化 先进的科技和高质量的生活环境 吸引了无数国际移民 尤其是日本政府提供的多项福利政策 更是让移民们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便利和保障 以下是日本移民身份下的20项隐形福利 医疗福利 1.看病报销 在日本,医疗费用报销高达70%到90% 而同的医疗费用则实现了全面 啊!大病上线 执行大病医疗费用封顶制度 超过个人承担部分的费用由日本政府承担 3.全球看病 只要是日本承认的医院 同样可以遵守基本医疗报销制度 实现全球看病的便利性 4.免费体检 每年享受免费体检福利 包括胃癌、乳腺癌等精密体检项目 为健康保驾护航 教育福利 5.免学费 又而至高中阶段实行免费学费政策 大学实施减免学费 最高减免可达70万日元 6.低成本享国际教育 只要是日本承认的医院 同样可以遵守基本医疗报销制度 实现全球看病的便利性 7.日本名校录取率高 日本高考人数逐年降低 2023年仅有不到50万考生 中京大学录取率高达32% 8.华侨生联考 高层次人才家长可以直接规划孩子 作为华侨生参加华侨生联考 低分入读国内名校 育儿福利 9.分娩不助金 一次性领取42万日元补助 免费产检 10.儿童养育金 自初生起每个月领取孩子的养育金 平均每月可领取3万日元 养老福利 11.养老金完善的养老金制度 储蓄10年起 65岁后即可享受养老金福利 真正实现晚年无忧 12.借户服务 未无法治理或身体有疾病的老年人 提供上门日拖和技术等借户服务 个人仅需承担10%的费用 住房福利 13.住房支持 日本政府提供一系列支持措施 包括公共住房 帮助家庭安居 14.贷款购房 社会信用度更高 更容易申请到DC贷款 现在的住房贷款利率只有1%左右 就业福利 15.就业率高 由于日本劳动力缺口大大 日本应届生就业率高达98.1% 16.失业救助 为失业者提供经济援助和就业支持服务 包括失业救济金 职业培训和就业介绍 生活福利 17.出行便利 持有日本身份可以更容易获得 世界许多国家的长期多次路径签证 18.社会保障 对弱势全体体贴入微 楼梯自动扶手 自动化设备等多功能科技产品 解决不少社会问题 19.语言培训 各个地区都有免费的日语培训 政府助力快速融入日本生活 20.直系亲属 配偶与未成年子女 可以一起申请赴日生活居住 日本以其优越的福利制度 为移民提供了一个安全 舒适 高质量的生活环境 如果你也想享受这些福利 日本无疑是你的最佳选择 日本高度人才项目 无语言要求 无年龄限制 省批速度快 4个月登陆日本 依人申请 全家这快一年内获得永驻 全家享受日本的教育医疗等完全福利 无疑民监管 可以在中国生活